嗨 各位网友你们好 我是老白 现在是洛杉矶时间凌晨快四点了 可能说话不会特别清晰 思路不会特别清晰 可能平时也没有很清晰 这几天更新的时间不是特别的规律 上周一整周都在加班 把八月初的工作给做完 因为最近是我老板的生日 每年他生日的时候 我们都会出去溜一溜 这次我们也会出去个十天半个月 我们几个小时后就要出门了 但是东西现在还没有收拾完 所以我现在还在非常努力的收东西 前两天请假的时候 答应过大家会拍的东西 我一定会拍出来的 等我一定有时间 那我们出去这一趟呢 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 在这次出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我会提前定时向大家推送 前年圣诞节我们去游他road trip的视频 那希望在我们这一趟出去的过程中间呢 遇上一些有信号 又有时机比较适合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现场直播一下 那这一期的最后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今晚是怎么签祝生日的 反正我吃了两口 我觉得我这嘴唇有点脏 这小伙伴出去我买的都是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吃多少个我都不觉得忽敏 问题这玩意我吃了一半 我已经觉得我已经痒了 对面这个人啊 试着今天自己的生日 我自己吃了很孤独的 我再陪你吃螃蟹 来屏幕前大家我们吃螃蟹 你们吃狗粮 我吃白饭 酱油拌饭 醋拌饭 姜葱拌饭 来啊 谢谢你给你开口了 你说我吃这么多螃蟹 会不会拉肚子的东西 或者消化不良啊 不 care 我真的没有打算吃这么多螃蟹 没事了 我们现在有移动机车间 那怎么在服务上开一开一开 哎呦 我妈今天居然想 居然问我们 诶我们这个房车叫什么 看着挺好看的 国内最近房车型火 你们要不要在国内代理 他们在国内有代理商吗 你这个东西在国内 估计卖得很好啊 我跟他呵呵了一下 当我妈听到价格以后 整个太呵呵了 国内房车现在十几万都有了 这种房车你敢坐吗 你怎么着 你也等第二波吧 营地啊 整个一套啊什么的 那就是如果你在这边 有一辆房车的 其实你是可以 相对舒适的 一直住在这边 但是在国内不是这样的 国内他没有这个机械 你说美国机械挺差的 但是他给房车的这个机械 还去转善 连开养了 真的 养的时候不挠什么时候呢 你没听过 你听过毛养 你听过毛成吗 你养的时候你笑 你养的时候你忍一忍 你的狗为什么挠身子 他贱呢 还行吗 扎嘴没剪开 但是我现在这里痒 是吗 我现在这里痒 你还好吗 还好啊 真的 怎么样 你对你写的 都只满不满意 太满意了 就这么想看 i need you righ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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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雪